流带硫酸钠可有效去除水中残余的氯 其反应是如下 流带硫酸钠加氯气加水 产生硫酸氢钠加HCO 这是没有平衡的 关于上述反应下列叙述哪些正确 A选项询问 氯气扮演氧化剂的角色 这个反应数我们把它列出来看一下 第一个流带硫酸钢 这个硫的氧化数是正二 氯是零 因为是元素 变成右边的硫酸钦钠 这个硫是正六 HCO的氯是负一 所以可以从这里知道 氯气它作为氧化剂 也就是它是一个还原反应 就是氧化剂 A选项正确 再看B 最减系数合为38 我们这个算出来是14528 所以看起来B是不对的 它应该是20 再看C 硫的氧化数增加4 它从正二变成正六 的确是增加4 所以看起来C正确 再看猪 硫带硫酸钢中的两个硫原子 它的氧化数一样 那这两个硫应该是一个平均值的结果 我们来看它的结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氧跟下面的硫 那写负一 原本是应该接氢 接的各接一颗氢 那氢解离掉了 所以就是写负一 那为什么中一是正五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氧应该是负二 负二乘二负四 那负一总共是负五 所以这边正五去搭配 这样就比较刚好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价数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两个硫不一样 那平均值出来的是正二 跟刚才的叙述也是一致的 所以看起来猪是不对的 最后看到一 这个反应非自身氧化还原 那这看起来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前面反应是有看到 这个硫有变化 那氯有变化 那这就是各有一组的变化 这就不是符合自身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看起来一选项没有问题 就是整个性化 就像没问题 在薄德 和美我们都是调到 写法 网纳 那么 我们可以说 不要